吃吧 英法组长辈在医院运动中心进行激励训练 年纪越大 人体肌肉含量会越来越少 尤其台湾2025年将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 不只行动力下降 更担心每天的三餐饮食问题 我们发现长者通常中午一个人在家 他都会随便吃 比如说有昨天的剩饭剩菜 他就当作一餐吃掉 有饼干就吃饼干 然后有水果就吃水果 其实这样是很不健康 我们很不希望长者再继续吃昨天的剩菜 轻轻撕开 倒出浓稠的粥品 满满的真材实料 一人一包解决一餐 还能促进食欲 方便又营养 尤其吞咽肌肉退化 牙口不好 吃饭容易呛咳 午餐多半自己一个人吃 如果还要备菜洗碗 好麻烦 现在有方便包 打开就能吃 轻松搞定 丰富营养的粥品 更连续荣获银发友善食品认证 娘家厨房不只要守护长辈健康照顾爸妈的胃 娘家厨房熬里耐州更积极研发 从口味再推出多元风味粥 要满足消费者所有需求 我们去年有素食者的 鲑鱼的跟鸡蓉的都有得到 引发友善 那今年我们继续推出南瓜 芋头 也是有荣获 很荣幸荣获引发友善食品 如果再加上一包地鸡精 当做淘地一起吃 不但能随喜好调整口感 还能提升健康营养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